大家好,我是小红 家里有土豆就能学会的美食 大人小孩都爱吃 做法真的特别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土豆去皮 然后把土豆切一片下来 接着再把土豆切成薄片 尽量切得薄一些 再将土豆片切成细丝 越细越好,熟得比较快 切好的土豆丝放进大碗里面 碗里面加入五克的食盐 下手抓拌一下 接着再加入一大碗的清水 水位能够没过土豆丝就可以了 再放入一勺白醋 放一盘浸泡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在碗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我一般都是几个人吃 就放几个鸡蛋 再把蛋黄分离出来 取出来的蛋黄放入另外一个碗里面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 头部切上一刀 不要切断 这样就能够轻轻松松地将火腿肠打开了 然后再将火腿肠切成薄片 厚度稍微比土豆厚一点点 然后再切成丝 切好的火腿肠放进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香葱 把它切成葱花 都看到这里了 朋友们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忙点 切好的葱花先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把浸泡过的土豆丝清洗一下 把多余的淀粉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捞出来控干一下水分 放在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再把切好的火腿肠放进来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 接着把鸡蛋清也倒进来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白糖提鲜 再加入一点点的五香粉 最后再放入一勺生抽 再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预热 然后用汤勺将土豆丝舀入锅里面 再用筷子整理成鸟巢状 再把鸡蛋黄放在中间 挖好漂亮呀 开小火慢慢地煎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小饼 颜值高又好吃 中途多翻几次面 防止把饼煎 最后将饼煎至像这样金黄金黄的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小饼 搭配牛奶或者稀饭 真的是太香了 营养又美味 小孩子也爱吃 喜欢的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点赞 我们下期见